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现在只以为是因为那边已经没有位置可以坐 已经坐满了 对 就从那边拿着说千里迢迢过来这里看 就是上路大台一圈 小路就来 基本就是这些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走进方所 这里有书 有咖啡 有文创和展览 也有服装 内容丰富地超出我们对一家书店的想象 读者们也很随性 书架上的书都能拆越 每一处角落都能席地而坐 对了 这是豆腐的 咱团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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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带着一个几个内容 就是说假设一个场景是未来 它生活在未来 因为它穿越过来 所以说可能是 它对这个城市不太了解 所以说就需要找一个 对 其实我相当于说 我就来找一下那种 我们留的一个功率 所以说就需要 一个这样的场景而已 影视爱好者常把这里 当作大片取景地 除了时尚的空间设计 往来游人也经常让人眼前一亮 我现在穿这身是宋似的 我是觉得可能 其他衣服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是一个普通人 但是穿上这身衣服 我觉得我是个仙女 你好 看您这个装扮 然后刚开始第一眼 您是道士 算半个吧 算半个 真是啊 现在就在村里面生活 一家人 对 我们就在芸荣村 芸荣雪山底下的一个村子 除了过日子以外 有了自己还有什么 做家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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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做园艺 我们院子里有樱桃树 大儿子摘 小儿子在这里 对 我们家樱桃树 因为我自己喜欢看树 我就给他买一些货本 就平时就会让他也找出 所以到这来 我知道这个地方 我就带他来 然后他也喜欢 妈妈 在这里 遇见多么特立独行的人 感觉都不违和 我们期待 接下来会遇见谁 她们在这一本书 就在讲一件事情 讲一讲 就觉得是不适合的 一本书 这么一看 官书 官书 母演 你吧 母演 谢谢 你好 你好 可以跟你聊聊 可以可以 今天怎么有空过来 因为今天要去医院拿报告 然后顺便过来看看 顺便过来看看 对 因为一直想买这本书 我看这是什么 人类之恶 博斯 他是一名在英国留学的 艺术系学生 最近因为新冠疫情 滞留在国内 说普及一下 博斯是个什么样的画家 我是看着台海里面的画 很诡异的玩意儿 然后我才决定要买的 我比较喜欢怪诞的那种美学 聊起怪诞美学 他秀了许多自己玩 二次元角色扮演的照片 这还只是冰山一角 怪诞美学的世界 是什么样子 我们好奇地想去他家里看看 真的你们想来吗 对 想来吗 想哦 这么想啊 我阿姨把我收拾了 开开灯 我们看一下 很整洁啊 然后这个是之前自己做的一本 然后这个是草稿 Snooby的就是那个 就是一个角色是Woodstock 就是这个小鸟 我超喜欢它 这只小鸟在著名的 花生漫画里只是个小配角 却被它当成主角 创作了一本小册子 这小点点就是Woodstock的语言 然后因为那个角色 我感觉是那种 乐观的悲观主义者 乐观的悲观主义者 对 因为它感觉是在寻找的一个感觉 寻找的感觉怎么出来的 对 你看 它这个东西是 有一个有点像 那个一个孔 一个孔 说的就是你的 你的世界的一些小规性的感觉 对 他说这只小鸟自由随性 不会说话 但会打哈欠 大笑 叹气 会吹口哨 然而这些语言 只有好朋友Snooby听得懂 你看嘛 这么多 还有一箱 这么多颜色 这还有这个颜色 还有一箱 我都找不到 还有一箱这么大 就是从初中一直到现在 买的所有的 对对对 所有的假大 你舍得真吗 我舍不得 这个是阴阳室 KDA里面 刮妇的东西 我们联系里面 那个戈背的服装 对对对 这个是我第一件 这个应该是我第一件 这个应该是我第一件 那次是在初中的艺术节上面 然后被我朋友拉去就是玩第一次 就是那次就是第一次 那我真的 真的更小了 他回想起最早 接触二次元的经历 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 他都远离家人 住在成都的寄宿学校 住校是在成都 我家在这里 我没有人 就是没有认识的人 可以玩 就整个人就是个自闭儿童 就是不是真实的 就是形容 然后就真的没有什么 能让我就是度过我的童年的东西 我发现什么 因为我发现只要我把照片放到网络上面 有人会跟我互动 懂吗 就是有人可以跟我互动了 然后就很开心 就是能通过这个渠道 去跟外面的沟通 Cosplay它其实是需要很多很多技能的 我为了做好这些东西 我会去 就会去看很多摄影师 就是艺术家的作品 有意识地提高自己的审美 从二次元到视觉艺术 或许每次创作 都是它打开通往内心的一个孔 寻找属于自己的小确幸 寻找和广阔世界真正的连接 白天就是一个非常忙碌的状态 我的眼睛在看其他地方 鼻子在闻什么味道 夜晚就是属于我自己的世界 所以我很完整 你看就整个自己的世界就是彩色的 方索经常举办文化讲座 既吸引客流又为城市打造文化客厅 但在这个角落里 一位读者始终在专注地看书 我是刚刚到这边 然后的话突然间看到的一本 打工女孩 看了多少了 打工女孩的字数吗 还是说别人写了很多打工女孩的生活 反正就是以第一人称来写的 应该算是自己的字数 然后再加上所有的故事加起来的那种 我都想写我自己的故事啊 颠沛流泥 她说在这本书里 好像看见自己的故事 她老家在四川卢州一个小山村 家里经济状况不好 原本寄希望于读书改变命运 靠住学贷款读完大专后 她辗转过好几个城市打工 就能够如我所愿 就是找一份好工作 然后还能够帮助家里面 解陷什么负担 但是我出来之后 我发现工作不顺利 然后你想的这些 估计都不能实现 不甘心做一辈子流水线女工 两年前她回到家乡小镇创业 开了个餐饮店 男朋友一起开了一个小店 然后就在那边经营 是要餐饮的小店 对 就是像汉堡啊奶茶啊 就是那种小店 挺好的呀 跟男朋友在乌州开个小店 对 现在算是比较稳定了吧 现在还有什么让你觉得心里边 还有些期望没有实现的 我觉得我的遗憾就是 没有实现读书自由 没有实现什么 读书自由啊 读书自由 因为我们家我自己有几个姊妹嘛 现在小店刚有点起色 但她还想补贴父母和弟妹的生活 还是舍不得花钱买书 这次和朋友一起来成都 她先考察了一圈奶茶店 之后就一直沉浸在这里看书 她对城市依然充满向往 创业的历程并不容易 但我们期待 她能够实现真正的读书自由 也期待有一天 能看到她书写 更精彩的人生故事 你们都穿着好年轻啊 这打扮的衣服 那是六年后 然后呢 六十后 然后我们是 退休了没有事 我们是霸小 霸小 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居 霸小 我觉得这个地方比较有特色 有点像那个台湾那个 成品书店 年轻人来打卡的地方嘛 我们也想打卡 说一说我们正在说 我们现在要去 我们还要去吃粤菜 我们还要去 我们在网上订购的粤菜 我们中午就吃粤菜 表上抢 抢圈 抢了然后我们去吃 然后享受生活 姥姥也要享受生活 把你的眼睛 好了 好了 看到了 看到了 谢谢啊 对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书 小王子 比较有意思 但是其实我会觉得 更小的孩子 反而看不懂这个书 他说自己高中时 偶然读到这本书 没想到 影响了日后的人生选择 其实他里面 其实很多都是通过一个 外来者的视线 反问了很多 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 然后我就会发现 好像有些事情 所有人都这样做 但不代表他 就应该这样做 他从小是个 循规蹈取的孩子 高考时 按照父母的安排 选志愿 读大学 毕业后 按父母的期望 进入一家事业单位工作 然而在这条安稳的轨道上 他却渐渐感到 这种模板化的人生 并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 反正跟家里说 就是不行 然后我就走了 就走了 对 我就走了 我就走了 走 去哪了 就去 当时去了西西福 出点 就直接我找到了朋友 我们三个人 当然那两个同学 其实工作状态也不太好 我们三个人住 一个套医住了一年 三个人住一个房子 对 天天吃水饺 速冻水饺便宜 对 虽然对新生活在哪里 没有现成的答案 但他坚定地辞去了 事业单位的工作 不惜和父母决裂 离家出走 当下的工作和生活 也很平淡 不同的是 现在他所做的一切 都遵从了自己的心意 公司都有四千多万 哪个客观五行 三千九 三千八 就因为没有其他需求 就衣服也不买 不用买 我几乎不焦虑 也不困扰什么东西了 其实当我想法 更统一的时候 更合理的时候 我就生活就会更顺畅 就情绪就会更好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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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翻出这些照片 也打捞起几十年前的回忆 他们年轻时响应国家号召 从富庶的沿海城市 来到荒芜的深山建设钢铁厂 干了一辈子技术工人 九十年代 他们退休时 企业正在经历转型 像一个时代的转身 中龙兵大学生嘛 欢迎他们单位的一个人上大学 他的照片 数十年光阴流转 他们一直留在心里的 是回不去的故乡和未改的乡音 小鹿啊 顶了笑 你看看这个 都好了 甚至晚上和啥都是 要到体量都是等候同名 裹挟在时代的飞速变化中 我们也许无法逃避割裂感 带来的迷茫 但也许我们内心 都有一方所在 能如那世事变幻里 最珍贵的东西 也许是一本书 也许是一座书店 也许是每一次相遇和重逢 这种同事 以前的书店同事 以前的西西福书店的时候 对对对 那你现在还在西西福书店吗 没有 我干了别的工作 但是我的心还在书店 再来四川 我做东方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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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工作愉快 关机了 Cameraman Cut 请不吝点赞